接下来我想教的是 假设它超过100万 超过100万 我就要用红色来呈现 它整合放在资料行这个位置了 资料行在哪里呢 首先选到这张图 然后2格式 3 就是视觉效果底下有X轴 有Y轴 有格线 有滑感 缩放滑感 有资料行 资料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function 是在这边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要使用的是规则 或者是蓝位值 那当然了 我用规则的话 我用什么规则呢 我用一般所得收入总计 大于的总和 总和 可以吗 就是我用这一个值了 如果这个值大于等于数字 多少 100万 123 123 和小于 例如说 200万好了 200万 然后我就给它红色 可以吗 那我再加一个好了 新增一个规则 如果值大于不是百分比 是这个 90万 看小于多少数值呢 小于99万 9999 6个9 然后则为 例如说 黄色 我这样设定好规则了吗 对不对 对 不好意思 没有变的就是原本的颜色 好 这样你们有听懂吗 就按一下那个确定 它等一下它就会变色 来 你们一定要点的是这一个 2011 然后点2012 2013 2014 2018 2019 2020 2021 请仔细看 蓝色 2018 2019 2010 和2020 2021 有没有看到 好 好